今天分享不增加物品的八个习惯 那么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要还是不要 不要的就不要犹豫直接扔了 最初会觉得很浪费 慢慢的会习惯性的问自己这个问题 也会有能力去选择去舍了 也能正确的把握东西的量了 从此就会让自己想增加东西的时候会更加的慎重 把握了这个规律就会成为自然 不是增加是替换 心里决定了这个规律就不会增加物品了 我断审了一年多了 也时常告诫自己增加东西时要深重考虑 但生活中物品还是不停的进来 如果不能马上做出买一出一 我的做法是 最短要一个月点减一下自家东西的量 有没有需要放手的东西给自己实施 每次总觉得先放着再说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决定去留了 所以给家里定期确定是很有必要的 对自己来说能保持最适合的量生活 是我最终的目的 增加收纳用品就想把它用了 东西就会增加 尽量不买收纳用品 用心把收纳用品降到最低限 收纳用品的确能把东西归整利索 但如果过于于赖它 在看不到里面东西的时候 很难把握东西的优物 所以在使用之前 一定要确认一下东西的量 是否有需要捡的东西 想象现在拥有的东西 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买东西的时候 考虑好对现在的自己是否真的必要 如果这个东西不买 是否可以 也可以把这份钱 用在更加必要的事情上 问问自己必要的顺序 也要考虑到它的实用频度 比如说每天都用 一个月用一次 一年用一次 在自己的脑袋里想象一下 用具体的硕子来考虑 这样就会知道 这个东西需不需要了 故意提高购物的门槛 这样我想就会对自己 买的东西更加的珍惜 购物先列出列表 这样就不会在购物时 无目的地乱逛 因为大家都很容易被吸引 不自觉地买回来 买回后又后悔 不乱逛就是堵绝买买 这样也阻止了 不需要的物品进入家里 这个红色的也挺漂亮的 这个红色的也挺漂亮的 你看看内内的 滋溜溜的 哇 这种 然后买这个 最近就是一直用的是这种踢修和这种 卫生纸 这个踢修种类是很多的 一次的购物只买马上必要的东西 特别是那些消耗品 想着越多越好 也许正好是打折石 想着必要就不自觉的买会很多 太多又会增加我们的整理负担 也会沾去自己的空间 那家里的空间又是被那些东西沾满了状态 必要的时候只买必要的那一份 就是为了不过多给自己增加收拾的负担 家里只有必要的东西 打扫收拾时就不会困惑东西该放在哪里 每个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 用完就返回原位 就不会增加额外的负担 东西不放在地板上容易随时打扫 就能保持家里房间的干净 房间干净利索 不自觉就觉得自己心里的空间就有了 也会从被东西烦恼中解放出来 在自己的心里决定不再增加在这以上的东西 这就会理想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样子吧 保持家里的整洁干净 看着东西很利索的家也会想起基建主义的做法 基建主义的视频书都很多 不妨多去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态度 也许自己并不想空无一物 但了解他们的做法和想法 也会给自己很多的启发 会给到自己整理的动力 对自己整理家也会有很多的帮助吧 按照自己的想法的灵过去实践 会慢慢找到属于自己最适合的方式 这也是我正在实践中的方法 一起实践一起进步 一起享受生活的快乐吧